一等到黨主席柯文哲進場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才跟著入座 就連媒體提問 也是等柯文哲說完離開後 黃國昌才接續回答充分遵科 過去黨團大會開完 柯文哲總是被媒體追著跑 現在他則是接連兩週 坐鎮黨團C位開記者會 不只搶主導權益未農 就連是否跟國民黨合作修選霸法 柯文哲也有態度 儘管定調不跟藍營聯手調高罷免門檻 但傅昆齊期望藍白河的還有這件事 揚言二十六號擴選法案生效後 立刻研議邀賴總統國情報告 傅昆齊更私下透露 要找民眾黨共同研議相關細節 還說跟柯文哲本來就很麻吉 溝通管道順暢 但這球柯文哲似乎不想接 隔空打臉傅昆齊的馬吉說 跟國民黨保持安全距離 也被外界解讀是要撕掉 少嵐標籤 畢竟不只多份民調都顯示小草高度流失 民眾黨日前在榮興花園宣獎 人數也被網友酸不如預期 不難理解 柯文哲為何急著擺脫富水組織稱號 搶回議題主導權 三零新聞 孟國華 晨影響 讓我們去英特報導 熊